你有沒有聽過那個血壓 一直都很正常 又中風 也有啊 也有啊 不是那個中風有分兩種 因為大家一直在講中風 什麼叫中風 就是大家知道 每一個器官都需要血液 只要血液過不去這個器官 這個器官就中風 那過不去的原因就兩個嘛 一個是前面有血管塞住了 另外一個是前面血管爆掉了 所以前面不管是塞住還是出血 只要血過不到後面 後面的器官就叫做中風了嘛 那為什麼我們年紀輕輕出問題 因為以前的血管會出問題 大部分都是三高造成的嘛 三高就算要造成你血管不好 他要不要時間 要啊 所以大部分是老年人嘛 可是因為現在年輕人三高越來越多嘛 所以當時越來越年輕嘛 所以我剛才講的 根據他的原理是 所有器官都可以中風 包括腸子 像我們以前常在講 腸中風 腸中風 可是可能沒有在醫院的話 可能沒有聽到 以前我們在臨床上 看到腸中風的病人 大概都七八十歲 比較多 可是現在我們常常會看到 五六十歲就腸中風的 我甚至看到一個 三十幾歲就腸中風的病患 為什麼會這樣你知道嗎 年輕人都覺得自己的器官 所有都比老年人好對不對 你身上的不管是免疫系統啊 什麼都比老年人好 都比老年人好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嗎 有一個系統你比老年人好 但是他可能會害人 如果你沒有辦法包容他 就是免疫系統 但是一個三十幾歲的女生 他早上去上班的時候 他就開始覺得肚子很痛 他就開始吞胃藥 沒有效 後來他就覺得好像想拉肚子 他就覺得原來他不是胃痛 他是腸胃炎 他就覺得是不是腸胃炎 結果他去拉肚子拉出來 是黑黑的變 黑色的 很黑喔 像瀝青一樣 因為胃出血的人通常 應該是之前就常常胃不好 他可以送他都沒有 可是就肚子就很痛 他也搞不清楚 怎麼會解那個黑變 但是又不是說到什麼 他非常非常不舒服 而且他那時候 剛換一個工作 他也不敢請假 他就一直想說 沒關係 我等那個晚上 再去看醫生好了 結果他下午兩點的時候 被同事送到計程師來 為什麼 他一點多的時候 痛到 所以他完全不能動 他同事就問他說 怎麼了 怎麼 怎麼 他也不太想講 後來他是因為臉色整個慘白掉 才被同事硬拉到我們計程師來 他說我們計程師 那個電腦讀成一坐 就覺得非常的奇怪 正常來講 你所有的肚子裡面的腸子 都會有血管供應 就是打線引擎之後 腸子都會亮亮的 他有一段腸子 完全都沒有顏色 我們就直接看進去 就發現他有一段小腸 一百三十幾公分 全部都黑掉 都黑掉 所以就結掉 結起來 剛剛後來恢復得不錯 後來病理報告就說 這個病人的血管 全部都在發炎 他就是一個 血管炎造成的腸子中風 發炎之後就會 那個腸壁就會腫脹 那發炎之後 就會有很多血栓保健具 所以他整個腸子 那個供應腸子的血管 全部都塞死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他就是 他為什麼會免疫力混亂 就是他 他很想要表現 所以就變成說 一天幾乎都 每天都沒什麼在睡覺 他每天回去都自己在加班 所以他是一個壓力造成的 年輕人造成的 那個免疫系統混亂 他就很倒楣 這個免疫系統 剛好去攻擊 他自己腸子的血管 把那一段腸子的血管 通通都打壞掉了 對 所以來說 年輕人不要這樣子 自己生理好了 有時候免疫力好 會害了你自己 對 所以讓他混亂 各位不曉得前幾個月 有沒有看 衛福部剛剛發布的一個消息 就是2017年 台灣的乳癌的發生率 台灣的乳癌發生率 在2017年 整個我們台灣 診斷出來一萬三千多名 2016年是一萬兩千多名 所以剛剛說 光光一年就增加了一千三百多位 在20年前 台灣的乳癌發生率 每十萬人是十二個而已 就2017年 每十萬人已經到七十八個了 成長了六倍之多 所以乳癌的發生率 在台灣已經成長了六倍了 非常非常多 但是更可怕的是 你知道我們台灣乳癌 浩巴年紀是幾歲嗎 是四十五到五十 歐美大概是五十五歲 所以真的小十歲 對 真的就是小十歲 但是所有的癌症 永遠都是基因加上環境 那個基因我們沒辦法去改變 那環境就很多了 跟台灣人最近比較肥胖 有關係 就是飲食西化 造成的肥胖關係 歐美吃的不是更... 那就麻煩他們基因好 你沒辦法 另外還有一個 對 另外還有一個環境 環境除了肥胖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 臺灣人最近不婚 不然就是不生小孩的 越來越多了 還有另外就是 我們的環境的荷爾蒙 可能很多 歐美的食品安全 可能比我們稍微安全一點點 我們的食品安全 可能沒有那麼多 我們環境裡面 可能有所謂很多的環境 還有可能是壓力 他們生活步調比較慢 他們生活也比較慢 也有可能 還有另外就是 我們台灣人有些人 其實我們之前就有個案例 那個女生才二十八歲 他是從南部上來的 他從南部上來工作 工作第三年 他剛才來門診找我之後就說 江醫師我想要把我 那個左邊的一個纖維線流拿掉 我就說你知道 你自己有纖維線流 摸得到 他說摸得到 我說那你為什麼突然想拿掉 他說他覺得最近 有點痛 四 五年前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照過超音波 那變成醫生跟他說 疑似纖維線流 可以追蹤 所以他其實也沒有 他後來就懶 也沒去追蹤 我一摸我就會臉色不太好看 我再摸摸腋下 怎麼可能 我就那心裡面都在想 怎麼可能是纖維線流 摸起來就硬梆梆的 腋下淋巴起來 摸起來也腫腫的 我就馬上跟他安排 去超音波一照 一看 一看就知道是癌症 淋巴起來通通都是 後來我們幫他做了電話段 好在他還沒有跑出去 再看起來就像是乳癌的第三期 28歲而已 他說他就非常地訝異 就問我說他的媽媽 因為他在治療的時候 他媽媽就從南部上來陪他了 他媽媽就問我說 他的女兒怎麼才 怎麼會突然間才28歲 然後從一個人家四年前 講的纖維線流 變成現在的乳癌第三期 他有點完全不能接受 這麼年輕 而且之前人家跟他說 這個是良性的 其實我會問了一些危險因子 好像也都沒有 因為他家裡面 也沒有遺傳的什麼東西 但是唯一問到的一個 也有可能就是 因為他從南部上來工作的時候 媽媽很疼惜女兒 每個月都有固定寄補品給他吃 他每次吃那補品的時候 他自己就有在講 吃補品的時候 他都會覺得 我強烈懷疑他的那個補品裡面 可能有一些 他後來又把補品拿給我看 但是那個連個標籤都沒有 他媽媽去哪裡買的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才講 就是來路不明的東西 就是千萬不要吃 其實乳癌這件事情 我要跟各位強調一個重點 纖維腺瘤一定要追蹤 因為纖維腺瘤雖然是良性的 可是據我們的統計 他這一輩子 會轉成乳癌的機率 是正常乳房組織的1.6到1.8倍 所以我才說纖維腺瘤也是要追蹤 我每次都給他講一個概念 我假設你把所有的腫瘤分 1到20分 假設11分以上叫做癌症 我一直問你 11分的癌症 跟19分的癌症會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 一定19分比11分差 那1分的1分到10分是良性 那1分的良性跟7分的良性 會一樣嗎 當然不會一樣 所以我才說這種纖維腺瘤 就被我們醫學上定義 可能是6分的良性 你怎麼會不需要追蹤 你怎麼可以擺他個四五年 當然不行 就算老的是哪裡都會退化 不管是所有的器官都會退化 關節退化就是退化性關節 肝臟工程也會退化 我看過一個 但是現在那個年輕人 退化性關節的人 真的越來越多 所以我覺得跟最近年輕人 很愛跑步 然後跑步的姿勢又不是很正確 還有最近人變得比較肥胖 也有關係 我自己遇到過一個 我就覺得很扯 那天我太陽就跟我講說 明天有一個那個 你女兒的同學的姊姊 要去你門診看你 然後我就說什麼毛病 我一開始想說這是看乳房 他說他媽媽說他膝蓋痛 要掛你門診 然後我想說 我本來想說膝蓋痛 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 可是這個 通常人家拜託我說好啊... 不然就來看一下 就查好就進來了 他一進來的時候 他媽媽就跟我 我就看到一個 大概十七歲 那個女孩子十七歲 他就說 那個他媽媽好像真的是媽媽嘛 就說佳醫生 你可不可以幫我女兒 右邊的膝蓋照一張X光 我就不是很爽 但是 還想說還是得照嘛 算了... 對啊 還是照 就人家拜託還是照嘛 結果一照我就嚇到 他的膝關節裡面 我真的嚇到了 對啊 我看他骨頭就覺得不對了 後來我就真的轉去給骨頭看了 他真的是 所以造成他膝蓋長期在痠痛 可是他才十七耶 他才十七歲而已 他跟基因可能有關係 後來你才知道為什麼 那個小妹妹 一百五十四公分 體重是七十八公斤 所以我們猜 當然基因還是有一點點的關係 但是還有一個可能 就是他太胖了 然後整個都不是很對 所以這麼年輕 就造成一個痠痛痠的關係 一直磨損... 對啊 所以這個 現在所有的毛病 因為現在生活習慣 改變的關係 其實很多都在年輕化了 對啊 其實剛才信仰有講到一個重點 現在人的生活真的很壓力很大 像他們這種 世代的常常都是三明治的 上面要照顧老人家 底下要照顧小朋友 像前一陣子 因為五萬肺炎的關係 其實大家壓力更大 大家只要一出去 看到旁邊有人咳嗽 跟骨頭很貴一樣 都閃得皮塊的 現在雖然進入後遺勤時代 但是大家還是不要忘記 戴口罩跟洗洗手 但是我覺得 不管在哪個時代 你最重要保護自己的方法 就是維持好自己最好的抵抗力 也是我們常常講的 免疫力啦 其實免疫力要怎麼樣 會變得比較好 大家都知道嗎 吃得好 睡得好 多運動 睡得好跟多運動 大家很容易理解 但是什麼叫做吃得好 怎樣吃才會增加你的免疫力 當然你的抵抗力變得很好 我剛才講 大家都知道 什麼吃蛋白質 吃幹嘛的 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 維生素跟礦物質 你有聽過礦物質嗎 可是你知道什麼是礦物質嗎 礦物質在醫學上的定義就是 只要這個東西吃進去 融在你的血管裡面 它可以導電 就叫做礦物質 所以礦物質可以導電 你知道嗎 它對我們一些神經系統的傳導 還有一些訊息的發送 還有肌肉的收縮 都是在電位的變化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礦物質的功能 比我們想像中的多 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都想說 現在人因為生活很富裕 吃的東西也越來越好 好像不會缺乏營養 但是你知道嗎 2013年的那個台灣人的健康補差 你知道我們普遍缺什麼嗎 維卡宁D跟E 礦物質就是缺鈣跟美 而且越老越明顯 因為老年人 他一定會有兩個缺陷 第一個他突然功能在下降 所以變得不喜歡吃東西 第二個就是他吃東西 跟以前一樣多 他腸胃功能也下降了 他吃一樣多 他也沒辦法吸收到 一樣多的東西 特別是講到維生素 以前我們對維生素的那個印象 都很刻板 像講維生素A 你就會只會講到夜盲症 事實上像我講B好了 像B群的專家夾醫師 我們常常說B群什麼喝了再上 還是幹嘛的 好像就是B群好像只能夠 帶一些能量而已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B群跟你皮膚 跟你的心臟 跟你神經性的功能 通通都有關係 以前說吃維生素C 好像只是為了要養顏美容 但你知道維生素C 跟鐵的吸收也有關係嗎 還有維生素E 大家說抗氧化 你知道抗氧化多重要嗎 到我們壓力一大的時候 我們身體會跑出來 很多的自由基 如果這些抗氧化的東西 不夠的話 這些自由基沒被消化掉 它就是要打你身體上 其他細胞 所以就會造成一些疾病跑出來 但是其實有時候 人到年紀一大的時候 特別是營養 飲食不去那時候 你很難知道這個人 到底欠什麼維生素 除了你全部去給它抽 然後礦物質也全部去給它抽 這樣也太費工夫了 所以我覺得心仪這樣做 就是吃一顆綜合的 全部都補到其實還滿好的 很方便的 其實我覺得這節目最大一點 因為我兩千年就參與 中午衛教節目的一個活動 那以前中午衛教節目 大概就兩個醫師配一個營養師 所以一定是內外科大家都講 但是這個節目最大 一次七個醫師 你可以看到很多 二線科的人 一起來參與 二線科 二線科就不用接觸病人 不要去右邊 好 講外想修練 另外你就會發現 二線科不是二線明星的那個 二線科 二線科就是不用一線 在那麼辛苦面對醫師 你看 急診科 麻醉科 放射科 以前你不太容易在這種 健商節目看得到 你真的很會轉 這是真的 所以你看以前皮膚科也很少 特別擔當 可是我們一集裡面 一個你就知道 皮膚科不是只看美容 其實從內心裡 到甚至很多新陳代謝的疾病 全部都有這些問題 沒錯 你看得到的都我包了 對啊 有接到 他剛比了一個六 你有看到七位 他剛比了一個六 你有看到七位 有七位 他說我也是 可以來茶碎 可以來茶碎 沒有...我們接六 直接比不上瓜哥一隻的代言 什麼話 所以你最近拍了很多 對... 可是拍廣告沒有 我想說這麼好玩 我記得我拍第一支廣告的時候 他說跟我... 他跟我敲一天的時間 我說我心裡就很不羞 我想說你廣告是要拍幾分鐘 不是就三十秒一分鐘而已 廣告都要拍那麼久 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就不知道啊 我還跟人家下午還拍了一大堆事 我想說我早上去 他跟我約八點嘛 我想說頂多九點半就砍救了 然後... 對... 你以為會砍壁有那麼快 那不是面試 其實我覺得 現在每個人很喜歡問事情 就是問鄰居 他每次會把鄰居的經驗 投射在自己身上 鄰居發生什麼好事 他都不會覺得自己會發生 鄰居只要做手術 或是化學治療 一旦出事情 他就會覺得 他如果做一樣的事 他一定會出事 就是這樣害怕 對 其實之前我有一個女... 那個女性的病人 才三十幾歲而已 可是他兩年之內 因為膽結石已經痛了六次了 其實在痛第三次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你可能要開刀了 我說你這個再下去也不知道 有哪一次 不是每次運氣這麼好 吃吃藥你就一定會好的 萬一有一次非常嚴重 膽結石變成爆開來 變成整個腹膜炎 或者是掉下去變成胰臟發炎 你就會有生命危險了 可是他就是不能開刀 因為有一次他的鄰居 就是因為開一個小... 只是開一個小刀而已 背部的一個脂肪瘤 可是沒辦法 因為脂肪瘤比較大 所以是全身麻醉 就一麻下去 他的那個鄰居 好像泡在水裡面 泡五六天一樣 他產生非常嚴重的過敏反應 那一次差點掛掉 所以同時他就覺得說 麻醉開刀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非必要他絕不開刀 可是就兩年痛六次了 結果運氣也很好 第六次痛完之後 就隔了三個月都沒再痛 所以他一直跟我講說你看吧 這不是像你們講的一定要開刀 你看他一直叫我開刀 又不能跟我保證 我打麻藥一定不會腫的那樣子 那怎麼會一直叫我開刀 因為隔了三個月他都沒事 結果好死不死 後來隔了三個月之後 那個月 最後一次晚上非常痛 就被送到急診室來 就在家裡面就非常痛 可是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這個月就發作四次 你到底要不要開刀 我說你再不開刀 我感覺切下來 一定會發作得越來越頻繁 總有一次你會壓不下來 還是得開刀的 他先生在那邊一直罵他 因為他先生沒 因為他太太就有點膽小 每次來醫院看病 他先生都要被他 現在已經很煩了 一直叫他說你開掉 你開掉 不是跟你說現在腹腔劍很進步嗎 一定可以跟他 他被他先生罵一罵的時候 這次就 終於決定同意要開刀了 那時候就看時間 我說你 我就問他說 你最後一次吃東西幾點 他說晚上十一點多 還有吃宵夜 我說好 那現在晚上十二點多了 那我們一般來講開刀 如果不是太緊急的刀 就會叫你禁食八個小時再開 我說那大概明天早上十點我有空 那我明天早上十點幫你開 就早上六點多的計程師就call我 我說 江醫師 那個病人現在衝到在地上打滾 其實那時候我已經到醫院了 準備要去查房 我就衝到計程師底下去看他 就躺在那個床 病頭上一直在嗨一直嗨 病情急速變化 結果你知道嗎 那個病人 他到下午晚上四點多 五點多的時候有沒有 他就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害怕 他說他一直都睡不著 兩點 三點 四點 他就想說完蛋了 十點他就要被開刀了 他會不會出死 他越想越害怕越害怕 他就想到我說 你因為你吃東西 所以要等八個小時 他就想說 那他如果是偷吃東西 是不是就不能開刀了 重點是他五點多六點多 他就覺得他比較好了有沒有 他就趁他先生在旁邊睡覺 因為他說他躺在急診室 他沒有上病房 躺在急診室 他正在睡覺的時候 他就自己拿 推著那個點滴叫 到樓下的7-11買東西吃 你知道嗎 那一吃上來 那個膽囊有時候在發炎的時候 所以他痛到再打滾 結果後來我就跟他 他就說 那你現在這麼痛 就要馬上開刀了 他說可是我吃東西耶 可是我吃東西真的能開刀嗎 我就說 你現在痛成這樣子 就算你吃什麼 我也要幫你開啊 結果後來本日十點要開的 後來7點多就開掉了 更早 更早 因為我們平常叫那個病人 不要吃東西 單純是怕你麻醉會出風險 那其實一般很急的刀 比如說你一來就附膜院 哪有在管你有沒有吃東西啊 就好像每次我們遇到病人 不肯打化療 來在這邊就已經什麼乳癌 第四期的那種病人 不然為什麼不肯打化療 都是聽到一些化療的 一些很差的經驗 所以我的那個鄰居啊 朋友啊 本來每次一打化療就死掉 其實現在的醫術 跟以前真的差很多了 而且我們成功太多案例了 只有失敗的人會到處出來講 成功的都不出來宣傳 就搞到好像 像我們這些醫療都很危險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危險 那個是我高中同學 他有一天就打電話給我 說他 小同學你幫我 我想帶我兒子去看一下 我說幹嘛 他說這個地方很痛 那個地方 也不是牙齒痛 也不是... 就是很痛 整個臉都很痛 他也沒有怎麼樣 他就說他不知道去看哪一個 可不可以帶來給我看 一個高中生 長得也白白晶晶的 我就說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就說這個臉的地方很痛 我就開始這樣摸一摸 我就想知道 他感覺有沒有異常 都摸細摸 結果摸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邊有幾個小紅點 我就說你這個小紅點是怎麼了 是蚊子咬 還是之前有騎水泡 他就開始吱吱吱吱 說那個 不是很確定 然後就會是這樣 我就說 有沒有水泡長起來 因為我們第一個反射 都會像蘇星姐剛剛講的 你是不是帶狀的泡疹破 因為我想說 好多人被我看出來 搞不好就這個毛病 他們同學搞不好 要是我一下子看出來 同學就會覺得我很神 我就抓到這個線索 我一直逼問他說 這個有沒有長水泡 你想一下有沒有長水泡 他就一直不講 他眼神讓我覺得就很怪 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問他都 就有個病人 不是很合作 我再看看他爸爸 再看看他 我就說 不然 我就跟我同學暗示他 我就說 不然你先出去好了 我跟你兒子先聊一聊 我說有一些 我問七組就跟你講 我就說你到底怎樣 你幹嘛不講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說對 有長水泡 我說有長水泡 就是呆狀泡疹 我說那你那時候痛的時候 幹嘛都不敢講 他說這個不是性病嗎 我說你為什麼以為 長在臉上是性病 她說沒有 後來我才跟她講 她才跟我講說 不過她有要求 千萬不能跟她爸講 我說 後來她們有解釋那個 她們已經有過通過了 她就說 其實她半年前跟她的同學 她跟她的同學去看泌尿科 她的同學那時候小便會痛 她沒有長水泡 因為她同學去外面玩 她回來就這個樣子 所以她泌尿科醫師跟她說 她這邊長得單純的泡水 她說這個就性病 而且重點是那時候她同學 不但那邊有 連嘴巴裡都有水泡 所以她說那個醫療科醫師 講得很難聽 她說你們現在高中生 就跑去外面玩 底下玩的時候 嘴巴也亂吸 你看吧 底下也中 嘴巴也中 有夠沒道德又不夠衛生 一直講一講一講一講 一直罵 所以她就一直以為 上面長水泡 就是 就是那個性病 那她有去接觸才會 對 重點是 也偷吃了一下下 所以她就一直以為 這個跟那個是有相連性的 但是我真的 後來我有教育她 我就跟她講說 那個叫做單純泡疹 那個是性病沒有錯 但是長在黏膜 你這個是 帶狀泡疹 它是長在皮膚上的 還是不大一樣的 不過她錯失了 那個治療的那個機會 她如果在前三天 就是剛才那個 比如哥一直講的 為什麼她前三天才有效 因為她前三天是病毒 所以快速複製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用藥是有效的 過了三天之後再用 通常都沒什麼效的 那怎麼辦 那個她就是這樣子 她弄了四個月之後 她還是會痛 後來我們是請那個 同等控制科的醫師 幫她打一個 類類類的 神經主段書 才把她弄好的 我等一下要講的都是 剛剛正義師跟我講的 不是 她這時候也不敢 乃是因為發生她 這麼多案件 要來澄清一下 要來澄清一下 對 因為像剛剛他們講 那飯局是一定都會有的 因為藥商版就是這樣子 像瓜哥剛才講的 為什麼 通常一個大的醫院是不會只有一家 同樣的藥品或同樣的記載 都會有兩三家 然後再選 那像一般的 其實飯局可能也不像 各位想的那樣子 就怎麼樣怎麼樣 大部分是還蠻真派的 只是說吃完飯之後 通常 比如說一托他去十個組織醫師 然後五六個業代 吃完飯之後 通常會有兩三個 比較有影響力的醫師會有 或下一場 對啊 就走教育 不是全 在哪個醫院 沒有 誰醫生 你是誰 陳清瑜 陳清瑜 待會兒以後能讓他主講 沒有 我聽到的 有注意喔 其實就我所知的業代 大概就分三種 一種就是真的能力很強 一種是真的很漂亮 然後一種是兩個都沒有的 能力強很漂亮 兩個都沒有啦 沒看過 只是說剛才講說什麼 其實十字的性言 比如說我們男醫師 你看到一個 就算你很忙 你現在門子很忙 空檔 一個很漂亮的女生進來 你也是會跟他多聊幾句 這一定的 所以你的女業務漂亮 他一定有相當的優勢 這是一定的 但是說是不是都很慘 我覺得也不是 因為你說女業務 是不是完全因為 只是想要做你的生意 所以跟那個醫生 多哈拉後來在一起 我覺得好像也不是 因為就我所看到 也有女業代後來 跟我們醫生結婚的 雖然她是離婚跟她在一起 但是也是真愛 對啊 真愛 就熬到正確的時間 她也是有跟她老婆離婚 跟她在一起 遇到的 因為我們以前 像比如說特別比較常是 因為我們是 我是外科醫師 有時候開一個刀 病人要住兩三個月 因為她開始很大的刀 她要戴兩三個月 那是病人 她可能是阿婆或是阿公 剛開始看完之後 我就每天去查房 就固定就是看她 通常照顧的家屬 都會是固定那一兩個 對 所以後來我就不曉得 為什麼奇怪 突然家屬慢慢變多了 你知道嗎 還不一樣的人 看了四五天之後 到快一個禮拜之後 她就有一個比較阿嬤姐 就問我說 醫生 妳結婚了沒 我就說我結婚了 有一個小孩 她就說 就不早講 應該是 他們有一個想要介紹給我 然後她看得絕對不錯 她就跟那個 她也沒先跟我講 就去找那個家屬 第二天又來一個來看 第三天又來一個來看 結果來了一堆家屬 跟我跟我看一圈 然後才問我說 你有沒有什麼怎麼樣 其實應該先問 不然找那麼多人 對啊 都看過一遍 然後就沒有 還有一次像我有一個同事 她是幫人家帶診 就有一個女病話 開完刀回來 其實也沒怎麼樣 可是她就覺得 很喜歡那個女病話 可是她當場 就不知道怎麼跟她要電話 她就說 其實那個病人已經沒事了 開完刀回來 通常是開完刀回診之後 就再見了 不是 她就說 我覺得這個可能還有問題 不然你下禮拜再回來看一下 下禮拜的時候 她就請那個跟診的小姐 先跟小姐講好 跟她要電話 她說你上禮拜 那個醫師很想要認識你這樣子 就要電話 說他們現在結婚了 很好 其實剛才 瓜哥剛才講說什麼前段後段 其實每個醫院都是這樣 那不是說什麼資深醫師就不用抽 因為資深的醫師要出一個值班 比如說你是第四年的要有第四年 就是 我以前都以為我運氣很好 因為我都放前段 後來其實後來我才知道 因為大家都喜歡放後段 尤其是印象很深刻 像我過年的時候 就有一次我出醫的時候 一大早我就 除夕那天我就出一大早 我就把病人看完 我就開車回桃園 那我只有一個人 我在基隆 基隆到桃園沒有高層宅 我就上去了 因為老婆小孩走就已經回去了 我就開到一半 家庫病房的那個 副小姐就打電話call我 說那個有個家屬 因為在那個裡面 跟那個住院醫師吵起來了 一定要我回去解釋 那我就說 我可以電話跟他解釋嗎 家屬在那邊咆哮說 我們不接受電話解釋 請主治醫師馬上過來 不接受電話通約 他不接受電話解釋 那時候我已經快開到桃園了 我知道趕快下高速公路 然後就一轉頭我就想北上 結果高層宅 我說左省到開回去 就開了三個多小時 然後再回來 剛好有趕上年夜半 剛好有趕上 就覺得心情就很差 那你為什麼 就把電話關起來就好了 我們大概都是 你總是送不到電話 你要告訴我 就送不到 你就假裝沒有聽到或什麼 對 不敢 我們不能鼓勵醫師這樣 對 我們自己偷偷做 所以又回到前提 醫師通通罷罷工 我們弄細細油 對 其實這種事情我們發生很多 像如果前一陣子運氣比較好 就是在職位上有晉升 又過了副教授 又博士剛畢業 爸爸就覺得光宗耀祖 就要請家人大家吃飯 就好不容易就約好了 因為時間也是瞧了很多家族 大家一起去就那一天 就當天早上 我因為去開個會頒獎 我算好時間就可以回去 準備 結果我要開車回去的路上 因為因為晚上六個天 五點多開車 要去桃園吃飯的時候 就被急診室 call 說我一個病人 怎麼 要自己開套 所以一直就跟我通知 就也要送刀 我知道這個刀大概四十分鐘之後 就開套房就要開始了 可是那時候我正好 開往桃園的路上 那時候就很掙扎 很想要跟我爸爸講說 不好意思 這個可能又不能回去 所以我覺得 這樣好像會讓他很失望 然後就臉色有點發青 我就拜託我們的住院醫師 因為剛好是我們科的住院醫師 我說你就先幫我擋一下 然後我就開回去 然後就被強言歡笑 大概二十分鐘 再趕快這樣子 啪 飆車就趕快衝回來 不過那實在也是很倒楣 因為每次人家說 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 如果超速 你就跟那個警察說 你是醫生 你現在回去開急診刀 通常那個警察會放你一碼 結果那天也不知道怎麼搞 然後我就超速 因為我開了一百四一百五 我就一直一路把它飆回去 就被攔下來 我就想說 然後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我要趕回去開急診刀 那個警察也是很客氣 他本來是很兇的 你搖下來 一直跟我講 我就說沒有 不好意思 我有拿醫生證給他看 說不好意思 我趕快去開急診刀 我說你是醫生 你要趕快開急診刀 他說我不要耽誤你的時間 我拔單太快一點 我開快一點 我以為他會放我過去 我以為這是大員空難 那時候我在 那時候有一個飛機掉下來 在大員 那時候我剛好在 我是住院醫師 那時候在那個 靈活長江上住院醫師 那天我也沒值班 已經下班了 那是晚上掉下來的 我就走出去 走過急診室 我那時候我不知道 飛機掉下來 大家就看到 因為我走到外科 馬上因為他們要派一大堆去支援 當然就被抓上去 那就看到 因為剛好那邊學長認識我 因為他要帶隊過去 就把我抓著說 江湖 你有沒有空 現在沒事吧 上來上來上來 啪啪啪就再去現場 去的時候 因為大家上去雖然是很緊張 但是大家其實上面 因為還沒到現場 其實也沒有 還是有稍微這樣聊天 就看到一個組織機 所以我們都不講話 後來才知道 因為他女朋友 像有些剛剛講的 有些假日的時候 那些 我們在基督那些 大家的個性都比較激烈一點 漁夫什麼什麼 他會打架 比如說那一次就是兩個 可能都是算比較 勞大人在那邊打架 他打滿身是傷 兩個都送到急診室 然後就 我跟另外一個同事 就兩個在急診室的 那個縫合間在縫 因為他們兩個是互砍的 我們在縫他們在罵 一邊縫他就說好痛 你小心一點好不好 一邊開始罵 剛好對方外面 裡面在罵 外面也在罵 因為外面有兩個 他們的小弟也在罵 叫囂就對了 對啊 整個都在叫囂 所以我們那天就是 除了那個 因為醫院的 醫院的那個警衛不夠 而且看起來也不是很專業 好像不能保護我們 還好去旁邊那個派出所叫 一堆警車來 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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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 可是那個一般外科醫師 各位可能會有個誤解 什麼叫一般外科醫師 好像就是 多一般 就什麼都開 其實不是 其實剛才就跟那個 鄭婷醫師講的 一般外科醫師就是 消化外科醫師 消化外科醫師 都是我們開的 乳房外科也是俗人 甲狀腺外科也是俗人 是喔 所以我們就是 一般外科系 我開也是 你也是大概 我也是啊 那我們應該變成好朋友才對 怎麼了嗎 我們是膽的 膽的 對 那是我開的那種 不過你不是我開的 不是婦產科 找到好朋友 不過為什麼會想當醫生 因為其實 就小時候崩潰比較好 其實媽媽總會 學校老師會問你說 你長大的資源是什麼 四五六六年級的時候 就會看一些影片 看到醫生好像不錯 而且人家會講什麼 村長的女兒講 她會嫁給你 那一種話 他會嫁給你 那一種話 那一種就有 是真的 那時候總會覺得說 自己將來要做什麼 因為你知道 讀書在讀書就會比較窄 所以其實對外面的社會 也不是很了解 那你說做商人做什麼 其實也不大會 就比較窄一點 就覺得 那就專心讀書來念醫學系好了 對啊 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 後來就考上醫學系 那為什麼要當外科 其實因為後來影片 越來看越多 覺得外科醫師很帥 因為影集 拍那科醫師好像 很少在拍那科醫師 大部分都會拍 就是外科醫師當主 對啊 對啊 因為開到奧房 有拍什麼 就覺得很不錯 就一直想要當外科 還算明星夢 對 有一點明星夢 對 然後後來立定志願 的時候後來就到榮總 當那個克拉克 那有一次在 那時候我在亂婦產科的時候 因為榮總是醫生 要幫那個病人換藥 那有一次就換 幫一個口腹產的那個 那個產婦 換完藥之後我就走出來 那個護士小姐突然就衝出來找我 他說沒有啦 剛才那個病人 還有他的家屬 托我一定要跟你講一句話 我說什麼 他說他們家 四代都是算命的 已經算好幾代了 他說你一定要 你叫剛才那個大夫 他一定要走外科 我就說為什麼 他說你的面相 他說剛才看 我在幫他換藥的時候 他看我的氣 他說你天生就是個外科醫師 你一定要走外科 不走 我就說好 我就說沒有關係 我真的要走外科 沒有錯 沒有 我那時候是大科而已 那時候是大科而已 那時候是大科而已 那時候是英特 一般外科那時候我們都覺得比較帥 因為開肚子 對 動不動就碰到肝 碰到肝 我覺得會掌握人的生死 而且在很多急診的時候 我們都是第一線 站在最前面的 對 我就覺得不錯 那走一般外科好了 因為你要負責這台招的成敗 因為他如果怎麼樣怎麼樣 是告你 你是主治醫師會告你 掛你的名字 旁邊通通都是幫手而已 對 他們不會體會到 你在當下那個壓力 對 現在還會告來告去嗎 還會 現在很長 還要告 非常長 醫生跟這個病人這樣告 通常還是醫生 醫院 因為醫生他們在開刀之前 都會簽一個同意書嘛 就是說不管說你自己本身 對這個 那個同意書沒有很大的保障效率 因為我自己被告過 那我就有去跟他講說 那同意書上面都有簽 法官會跟你講說 你們上面寫那麼多專業的東西 必然你們聽得懂 對啊 他就說這個也沒有 不過基本上 我想九成九是應該醫師都會贏 因為這開刀他也不是 誰會把一個人命弄死 對 沒有人故意要殺你 當然 但是這中間你真的很辛苦 很傷 你出去出庭好幾次 現在想要臉得這麼好 就是因為你從小到大 沒有接觸這些器具 沒有接觸這些病毒 所以到你長大的時候 就免疫反應就會很強烈 像那個吳醫師剛剛講說 我們要提早要吃一些副食物 就是當然也不能太早 為什麼要提早接觸這些東西 就跟我們 現在有很多病人 他有過敏性鼻炎 我們會做解敏治療是一樣的 大家覺得解敏治療很奇怪 比如說我測出來 你可以 那些過敏的醫師 反而會在你皮下打塵蟎 打塵蟎 打塵蟎的過敏源 那是我們萃取出來的 然後一個禮拜來一次 一個禮拜來一次 慢慢訓練你的忍受力 久了之後你的免疫力 反而可以接受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我們講的減敏治療 那如果家裡很多塵蟎的人 是就比較少過敏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沒有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要經過專業的治療 比如說你知道你對塵蟎過敏 可是你又不得不暴露 在一個塵蟎的環境裡面的時候 你實在受不了 你可能就會去做塵蟎的殲民治療 不是像李懿講的說 家裡不打掃就比較不會過敏 那些電話有問題好不好 其實像維他命D這個東西 其實在前幾年的 那個世界過敏的那個協會 就在講 小孩子體內維他命濃度比較高的人 那個小孩子比較不會過敏 所以前一陣子有一個媽媽 帶她8歲的小朋友來找我 她來找我是要幫她小朋友 測那個維他命濃度 她小孩子去年開始服用維他命D 因為她小孩子本來一直 過敏性比很厲害 所以她家裡的環境 其實已經打掃得很乾淨 不是說一年 她說她小孩子好了非常多 但是最近這兩個月不知道為什麼 就開始遇到維他命D 結果就幫她抽血 一抽很好 是我要的濃度 我就開始問她 我說其實還好 她維他命D 我說看起來是還好 我說你最近環境有沒有什麼改變 比如說你有沒有搬家 還是幹嘛的 還是你家裡最近有鋪地毯 她說沒有 她就一直想 她說她家裡最近沒有做什麼改變 她說她還為了她小朋友 還去她媽媽家搬了一台 空氣清淨機過來 她說從你媽媽家搬 她說對啊 因為那個外婆疼孫子 她把她家裡的空氣清淨機說 沒關係你們就拿去用 那個孫子她會過敏 讓她家裡用 我說那個空氣清淨機是新台舊的 她說沒有 在她媽家已經用了七八年了 我說你拿去檢查看看 那個裡面的濾網 到底有沒有換過 什麼之類的 她就真的回去看 就她媽媽那個濾網 早就已經發門了 所以你知道嗎 以前的空氣清淨機 它是不會提醒你要換濾網的 現在比較新的都會 到它就用 它就沒有 所以她說你在換這些機器的時候 你可能還是要買新一點的 告訴你說濾網用到期了 那個還是要換的 所以她把那個濾網換掉之後 就沒事情了 她只是因為濾網發霉而已 這正確答案是2 對 對 我可以解釋一下 瓜哥剛才講 瓜哥剛才講應該是說 有些人的脂肪肝是 大概有兩種 一種是酒精式的脂肪肝 一種是非酒精造成的脂肪肝 所以有可能它不喝酒的 會變成脂肪肝 那它的造成原因有很多 你先解釋一下 熬夜加班 基本上你肝會不會不好 大家常常說熬夜傷肝 不然就是你連續三天去工作 然後就說你爆肝了 基本上是這樣子 如果你連續三天不睡覺 你大概是 你大概要連續 如果你連續工作30天 你沒有因為高血壓而死掉的話 你才可能會爆肝 所以基本上 熬夜加班的人 基本上傷的是心血管的地方 比較多 怪說其實不是肝的地方 你的肝其實沒有這麼脆弱 還比較乾淨 另外那個吃太多藥 所以就可以打白 不是 那個心血管會壞 你在講什麼 三天三夜 另外就是那個吃太多藥 其實吃太多藥 會傷肝沒有錯 但是比較多的是 傷肾比較多 當然不能吃太多藥 還是去跑去找洪醫師 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黃旗徒書就像瓜哥講的 就是因為它是發霉的東西 產生的東西 所以其實在自然界 沒有那麼那麼多 雖然它是一個很嚴重的那個 很嚴重的治癌物 沒有錯 在台灣最多的 還是鼻吸肝炎造成的 大家常常說 比如說你的家人有鼻肝或是吸肝 對 大家常常說 常常要保護你的肝臟 所以要買一些東西給他吃 對 其實我們現在的觀念是這樣 鼻吸肝也最好的就是去治療 不是有疫苗嗎 鼻肝有疫苗 吸肝沒有疫苗 吸肝是哪兒沒有 吸肝的病毒那個變化太快 我們現在還做不出來 但是鼻肝可以有疫苗 我們會不會透過筷子傳染 不大容易 那個都是血液傳染 所以你不要 公塊母子是對 但是你不用太排斥它 有時候萬一真的只有一雙筷子 沒有關係 那我只是要講的是說 鼻肝跟吸肝 現在基本上都有藥物可以治療 而且大家可能不曉得 大家覺得說我鼻肝吸肝 我如果只是代原則 我沒怎樣 我不一定要怎麼樣 那吸肝我們現在要告訴 因為今年健保局剛剛開放 只要有吸肝就可以治療 為什麼他要這樣講 其實我們也有研究告訴你 如果你吸肝 就算你沒有任何的症狀 你沒有怎麼樣 可是你吸肝治療好之後 你以後就比較不會得到療療病 你以後就以 以後比較不會有症狀病 人生就是彩色的 對 這是所謂的肝外症狀 鼻肝跟吸肝影響的 不只是肝臟 還有肝臟外面的 像吸肝 我們現在發現 有吸肝的人 如果你沒去治療 你還比較容易得到療療病 比較容易得到療療病 如果不治療 如果不治療 你以本你都沒有任何的症狀 以本你都沒有症狀 所以現在吸肝是全面開放 那另外就是 其實你在房間去找網路上 很多保肝的東西 比如說像 大家常常聽到 為什麼講B群 因為大家就認為B群 是增加新人代謝的 肝臟就是解毒的 那你增加一個B群 好像增加你的新人代謝 好像比較容易解毒 很多人就拿B群來保肝 因為我真的就變成他脂肪肝 他脂肪肝 他來找我 我就說看起來就還好 中度脂肪肝 我就說你就去減肥 六個月之後 我們再查一次肝功的 再造一次草原波就好了 然後他就 三個月之後 他就回我門診 我想說奇怪 怎麼提早回來是怎麼了 他來跟我說 佳醫師我是不是糖尿病 我跟郵醫師說你糖尿病 然後他手會馬 右手 這個地方一直馬到這邊 我說聽他這樣馬 我第一感覺是頸椎有問題 是不是壓到脖子 對啊 對啊 我都覺得 我問我是不是壓到脖子 可是又不像 因為他只有前面的半部 一般頸椎壓到會從上面下來 結果頸椎照起來也沒事 也沒有糖尿病 我就請他去神經內科看一下 真的神經在發炎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問他說 那你 因為我那時候幫他看那個脂肪肝 也都沒有什麼很大的進步 我就說你 你有事有特別去吃什麼東西 是不是 他說 他 他又想了一想 他說他只有吃很高 單位的麻木滴滴 他也沒看那個劑 他吃很多就對了 吃很高 他買兩三種東西在那邊吃 而且很多都是那種加強地 我說 燕臨 維他命B有沒有中毒 他說維他命B不是水溶性的嗎 怎麼會中毒 我說不一定 你測測看好了 結果一測 他的維他命B6 竟然是正常的濃度的15倍 正常大概5到50 他測出來是600多 對 後來我就叫他把醫藥 我說我不確定 但是你把醫藥 先挺三週四週之後 你看這個手麻會不會好 結果他停了三個 停了一個月之後 他是手麻完全都好了 不是水溶性的維他命B 就一定不會中毒 你死在太過量的時候 維他命B本來是拿來保護神經的 本來是拿來增加性的代謝的 過量他也會神經發炎 他就是一個 另外還有一個 大家認為常常保肝的 最近你去查網路也可以查到 就所謂的咖啡 就所謂的咖啡 我們病人也是一樣 我就要減肥 然後他就跟我說 拿一杯那個 拿手機找一碗給我 那個醫生 人家說 國外甚至還有一個研究 每天喝三杯咖啡 可以降低肝癌的發生率 百分之四十幾 他說我可不可以喝咖啡 我說如果你喜歡喝咖啡 當然可以喝 但是我們國家不是告訴你嗎 咖啡一天也不要超過三百 但是你還是要減肥 你還是要減肥 就六個月之後回來 脂肪肝本來是中度變中度 中度變中度 人也變胖了一些 然後我就說你倒沒有在減肥 他說他也沒有特別在吃什麼 他說他只有這一半年 他就拼命地喝咖啡 結果脂肪肝反而沒有變 他喝焦糖嗎 對 沒有 他喝拿鐵 對 其實 我們那是糖 對 但是其實那個 我們那個論文你仔細去看 他不是只有說 他是說拿鐵也有效 他說他做的論文是 黑咖啡跟拿鐵 那要加太多糖了 對 他是加雙份糖 搞不好後來自己反而 那個 反而變成那個脂肪更嚴重 我只是在講說 你在坊間上可以看到 很多飽肝的秘方 像咖啡這個東西 論文上順便有寫 但是也有很多論文告訴你沒效 他還告訴你說 咖啡裡面有咖啡因 有綠原酸 他可以保護肝臟 可以有時候甚至可以幫助血糖 幫助血脂的調節 但是我要講說 其實那個都不能來當作藥 我們常常在講說 你在市面上看很多健康食品 食品就是食品 藥品就是藥品 對啊 咖啡有利有萬 那你知道咖啡吃太多 就是會心悸 是咖啡真的可以補肝嗎 那吃搞完可以補肝嗎 羽形補形 那個我們西醫師沒有這種關係 在以前腳上腺風暴 大概使用力有四十幾% 一半 對 但是現在減肥藥 有一些比較不肖的 不過一般你要吃到 減肥藥吃到腳上腺風暴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一般人不敢加這麼多 他只會加一些 但你知道嗎 你加一些 你好像覺得你沒事對不對 其實不是 我常常在講 什麼叫腳上腺的功能 腳上腺的功能就是 促進身體的新增代謝 讓你身體去往前衝的 你長期讓你身體往前衝 我常常在講 你活十年 別人才活兩年 因為你時間在加速 因為你時間在加速 像未來屆時間 對 你在用未來屆時間 那會怎麼樣 因為剛才你的新增代謝加快 你的骨頭 新增代謝就會加快 所以你就會鼓鬆 你長期那個心臟的血管 心血管的負擔會變快 所以你久的時候 你心肌就會衰竭 可是所以才說 如果你長期吃那種減肥藥 因為你不知道 它可能不像天醫師講的 它讓你變強壯學風暴 慢性自殺 你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你過五年十年就知道 你就鼓鬆了 你就心臟病了 其實在台灣 那個抽菸 還是肺癌的最危險的因子 所以男生理論上 是要比女生多的 但這幾年女生的那個 得到肺癌的幾率 一直往上升 一直在往上升 然後就很奇怪 而且這些得到肺癌的女生 大部分都是沒有抽菸的 特別是在亞洲 超級明顯 就好像女生得肺癌 好像跟抽菸沒有很大的關係 那我後來有去分析 它為什麼 其實跟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 男生抽菸 他的男伴有抽菸 他就是二手菸 另外 他另外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他一樣會傷到肺 但是為什麼 你要想說 空氣品質大家都一樣 也不是說女生的空氣品質 特別差 是因為我們有做過研究 那個就是說 女生的基因表現 讓他們的肺 天生容易受到PM2.5的攻擊 比男生大 所以女生受到空汙的影響 會比男生大一點點 特別是肺部 所以像我剛剛講的 隱藏在咳嗽後面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病因 其實我當醫生 我最怕人家看到三種病 每次病人跟我講說 醫生我咳嗽 醫生我腰痠背痛 講這三個我就想要退 因為每次聽他講這三個 我就開始喉嚨咬 我頭也很痛 因為基本上大部分都醫不好 我也找不到病因 這太多原因都會這樣子 這個女性 她就是這樣子 她還是這位女生 她就是慢性咳嗽 咳一咳的時候 她開始咳大概一兩個月的時候 旁邊的人聽到就說 你這個要不要去醫院裡面看一下 因為有人說酒咳有可能是肺癌 她被人家聽一聽她也嚇到 她說對喔 那我還是去看一下好了 X光看起來也很好 沒有肺癌也沒有發炎 然後就開始開一些止咳藥給她 就吃一吃 剛開始好像好一兩個禮拜 結果後來又開始又再咳 又再咳 她就想說反正去看 醫院已經跟她講說 沒有肺癌 所以她就不是很擔心 就開始買那個什麼 救肺傘 琵琶膏 就是吃吃吃吃 很正常嘛對不對 就這樣子搞了半年 咳嗽也都是一直在咳 可是她也覺得好像沒有影響到 她生活的那樣子 所以她也不去理她 她來我們人的時候是因為 她隔壁鄰居有一個人 前兩個禮拜得到胰臟癌 然後去醫院檢查的時候 就是末期 那時候她的鄰居得到胰臟癌 前面幾個月都一直在叫背痛 人都是這樣有沒有 你本來還好的 被人家一講說隔壁有人背痛 胰臟癌末期 她就嚇到 她就覺得自己好像也背痛 所以她跑到我們整個來說 她是要看背痛的 她不是要看咳嗽 她就說她好像背痛 會不會是胰臟癌 她說她可不可以去做 核子共振的檢查 我說健保局不可能 讓你這樣做核子共振的 我說 就是說先抽血可以 先抽一桌腫瘤指數可以 抽出來就正常 可是她是很擔心 她說她想要做 我說那就自費 她就說她可以自費 我說那你如果可以自費 你上次就可以講了 那就上次就可以做了 所以這次還是幫她做了 結果一做完之後還真的很巧 在胰臟尾端 真的有看到一個 大概1.5到2公分的腫瘤在那邊 很奇怪 但是看起來那個樣子 並不是很像 我們常常看到的胰臟癌 回去幫她湊一些指數 確實有個指數很高 那個指數是神經內分泌瘤的指數 所以後來我們讓大家討論完之後 我還是建議她把那個開掉 因為那個神經內分泌瘤 還是屬於一種二種種的 結果我那時候開 其實我那時候壓根沒有想到 她這根瘤 跟她的咳嗽有什麼關係 結果刀一開完之後 她咳嗽就好了 完全就好了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神經內分泌瘤就是這樣 它可以引起 十幾種很奇怪的症狀 比如說女生 它可以引起熱潮紅 會讓你覺得你是在停筋的 像有些人 它會引起她血糖 反乎高乎低 都可以 有的甚至會引起胃潰瘤 反反復度的發作 有的甚至會讓你皮膚 莫名其妙地長紅症 因為神經內分泌瘤 你就知道它就是會 它為什麼叫內分泌腫瘤 就是它會分泌很多很奇怪的東西 它分泌什麼 什麼就會有症狀 它分泌刺激胃瘤分泌的東西 你就會反復地胃潰瘤 就是這樣 它分泌一些血管的張力素 你就會臉部潮紅 然後也會順便咳嗽 甚至有的神經內分泌瘤 會讓你一直拉肚子 不是這樣子的 對 所以想說 只要是慢性咳嗽很久 你可能背後還是有一些病因 可以找得到的 但是咳嗽還是耳鳴 這種脫泌的原因都太多了 今天就有個三星期的女生 她就是這半年來 常常會聽到這樣耳鳴 那位女性就是聽一聽聽 她覺得一開始沒怎麼樣 因為她不是持續性的 她是兩三天有時候 聽到一下就沒有 一下子又沒有 她剛才的時候 覺得不理她 後來有人在講說什麼 你這個會不會是 有聽人家說什麼 腦袋裡面長什麼 聽神經流 你會耳鳴 她才嚇到你知道嗎 她就跑去看耳鼻歐科 耳鼻歐科就幫她撿她耳朵 她可能都沒事 也沒有跟她講說 到底有沒有聽神經流 就說你這個都沒事 你這個耳鳴可能沒有怎麼樣 他們幫她做什麼聽力測試 通通都很正常 她覺得她有看過醫生 她就不怕了對不對 她就再回去 就回去之後一兩個月 還是都沒有好 不然有人接到她去公廟 說會不會是聽到 那個生命的聲音 她也真的很有趣 後來她也真的有去廟裡面說 我是不是有怎樣 廟裡面那個廟就是跟她講說 你可以回去再去看醫生 因為她好像不是 沒有什麼神明源她又回來 她後來跑去看神經內科 因為她覺得那個耳鼻歐科醫師 沒有幫她做 她就請那個神經內科幫她做 結果還是沒事 可是那裡頭就開始很緊張 她說那我為什麼耳鳴 這麼久都沒有原因 那個神經內科是被她嚕嚕就說 那你去看精神科好了 結果她本來以為 那個神經內科醫師是唬爛她 就是只是想把她踢走而已 覺得她太煩 結果她的精神科醫師那邊 真的醫好她的耳鳴 精神科醫師 給她開了一些放鬆的藥咒 然後跟她做一些心靈的開討之後 她耳鳴真的好了 為什麼她耳鳴你知道嗎 精神科醫師幫她診斷 她是自律神經失調 我們每次都在講說 這跟神經有什麼關係 你先想看 你聲音來從耳朵 經過你的聽神經 再到你的大腦皮質 再轉成聽覺 那大腦皮質在解釋 這個聽神經傳來訊息的時候 自律神經是有參與在裡面的 所以當你一個人 自律神經失調的時候 只有可能 她因為那個時候 那女的剛買一個新房子 那一陣子她房貸很重 她除了白天上班之外 晚上常常要去煎一份菜 所以她一陣子 她工作的壓力很大 有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造成她自律神經失調 才開始要造成耳鳴 後來經過那個精神科醫師 幫她調一調耳鳴就好了 其實我們很多在打化療的病人 都還是在工作 因為化療當中 我們都可以預期到 我們都會想說 你打第一次化療的時候 我可能會建議你先休息第一次 但是第二次化療 或第三次化療的時候 如果你第一次的反應 沒有那麼的強烈的時候 其實第二次第三次的話 是可以去上班的 只有那幾天 有特級級別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抓得到那個時間 就那個幾天閃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並不用說 你只要做治療 你就一定需要這樣子 半年都是請假 不然就學董先生 帶電腦去化療室 我們會提供免費的Wi-Fi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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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